好的主播 南韓首都首爾一大早 空襲警報就響徹了雲霄 而且還有廣播通知民眾 到室內或地下室避難 日本的沖繩同樣也有空襲警報 跟避難的廣播 要民眾趕快避難 這是因為北韓在台灣時間 凌晨5點半左右 從他們西北部的東倉嶺 往南部發射了一枚飛行物體 南韓參謀本部是很快就證實說 這枚飛行物體是先前北韓官方通報 即將要發射的軍事間諜衛星 不過日本是表示說 這枚衛星並沒有飛入太空 很快就從雷達上消失 研判是已經墜入了黃海 應該是發射失敗了 北韓官方是罕見 也很快就出面承認說 今天發射了軍事偵察衛星 但是在發射的時候發生了事故 第一節火箭分離以後呢 第二節的發動機啟動異常 因此失去了推進動力 墜入西海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黃海 那這個說法呢是跟日本的通報是符合的 那南韓跟日本呢都因為這樣很快就解除了他們的空襲警報 不過北韓官方有說呢 他們會盡快完成調查 然後就進行第二次的發射 那以上就是我們掌握到的最新狀況 希望把現場交還給同類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